各位朋友大家好 谈到中国共产党 大家的普遍印象是 一天比一天腐败下去 一天比一天烂下去 不知道你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 共产党将来怎么办 是任凭它一天一天烂下去 还是试图挽救它呢 如果你是一个下层的小党员 那你大概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只有把上面交代下来的任务完成好就行了 至于党是不是烂下去 还是去挽救党这样的问题呢 那是上级领导考虑的事情 我们这些小人物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 可是假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共最高层领导了 那么你就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了 是任凭我们这个党烂下去呢 还是想办法去挽救这个党呢 所以在中共高层 它对共产党未来的看法有两种根本的不同 第一种看法是认为 共产党这条大船已经彻底腐烂了 四处都漏水 面临沉默 已经不可能挽救它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任凭共产党烂下去吧 谁也挽救不了它了 也不值得去救它 与其说我们去挽救它 不如我们现在趁这条大船还没有沉的时候 赶快打造一个可以救自己的救生艇 所谓这个救生艇啊 就是向海外转移财产 让亲属加入外国的国籍 一旦这个这条大船沉默的时候 就可以赶紧跳上救生艇 走人 就是拜拜 我走了 你们去喂鱼吧 在我看来 现在的共产党高层中间 持这个第一种看法的人啊 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高官啊 他们就向海外转移财产 让亲属加入外国籍 就是在试图打造一个自己的救生艇 给自己留后路 2016年 中国的公司在海外并购 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金额高达2484亿美元 这种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并购 并不是简单的这个业务扩张 他还有很大程度是在帮助那些高官们 向海外转移财产 他们是准备就是打造一个预备沉船的救生艇 就是所谓叫做沉船计划 那么中共高层对共产党未来的第二种看法呢 就是共产党还是可以挽救的 我们要尽量挽救共产党 我个人的观察是 习近平他所持的是第二种看法 就是习近平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挽救的 他要尽力挽救这个党 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他并没有忙着为自己打造这个预备沉船的救生艇 而是忙着干这些反贪打火的事情 这些都是试图说明他要挽救共产党 既然习近平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挽救的 他要试图挽救这个党 那么习近平必然就会遇到一个天问 就是共产党我用什么来挽救你 在讨论习近平的这个天问之前 我们先看看一百多年前另外一个人的天问 这就是大清国我用什么来挽救你 这个天问的人就是慈禧太后 1900年在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之后 大清国要做一败涂地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 当时很多人都预测大清国用不了几年就亡国了 就在这个时候被认为是最保守的慈禧太后 他却发起了一个最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 叫做新政 新政这个词现在我们一般被称为叫做清末新政 它是指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 就是这个之间就是清王朝搞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清末新政它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到1911年结束 是因为1912年大清国就亡国了 所以这个改革当然也就结束了 关于清末新政这段历史啊 我们的教科书上被严重的扭曲了 因为这个书写大清国的历史呢 是推翻大清国的革命党 革命党他当然要否定大清国所做的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 他要把这个大清国说的是一无是数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清末搞的这个新政啊 也完全否定他具有进步意义 革命党就把这个清末搞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说成是一场闹剧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中啊 也继承了革命党这些说法 就是把清末新政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啊 说成是一场政治闹剧 关于清末政治改革的这段历史啊 我们做过一些专门的视频节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这个清末新政呢 其实也是来自慈禧太后的天问 这就是大清国 我用什么来挽救你 在大清国奄奄一息的时候 慈禧太后真可以说是彻夜难眠 明思苦想 大清国呀 我用什么才能把你挽救过来呢 这时候慈禧太后她终于想通了 能够挽救大清国的只有八个字 叫做顺应时代顺应民意 什么是顺应时代呢 就是搞现代化向西方学习 什么是顺应民意呢 就是搞宪政化 搞君主立宪制 慈禧太后最后的结论就是 不向西方学习 不搞现代化 大清国必然亡国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不搞宪政 大清国也必然亡国 所以呢 清末新政就是慈禧太后 为了挽救大清国 所做的一场最后的努力 从1901年开始 慈禧太后就用她的最高权力和权威 开始强行推行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新政 慈禧太后搞的这个新政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和非常大胆的政治改革 它包括有政治体制 经济体制 教育体制 整个全社会的一个整体改革 早在1901年的时候 清政府就成立的 叫做独办政务处 它来专门研究和讨论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搞 当时候他们就确立了一个目标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是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 当时候他们就明确 我们要搞一个司法 立法行政 三权分立的 这个就是说一个 西方式的这个政治体制 而且他还要搞这个西方式的地方自治 这么一种形式 不过当时呢 他们不叫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他还是说立法刑法执法三权分立 在1905年的时候 由直立总督袁世凯 两江总督周富 胡广总督张之洞 他们三人就联合上咒朝廷 就请咒朝廷在12年之内实行君主立宪制 当时慈禧太后就接纳了袁世凯本人的请咒 他就派五大臣到西方各国去考察政治 就是确立搞君主立宪制的具体的实施方案 清政府他这个政治考察团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美国 当时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 1906年慈禧太后他就亲自下招书 就说我们要分布预备实行这个立宪 同年啊 清政府就成立了作为这个国会雏形的叫做中央执政院 他就是搞一个民主政治的实验 当时候慈禧太后就要求中央政府你在搞行政决策的时候 你要征求中央执政院的这个意见 当时这个执政院的议员啊 最初他是定为200名 由这个清选和民选的各一半 其中100名啊 他是由皇帝指定的 另外100名呢 是由民选的 在1907年的时候 全国啊又开始筹备叫做地方资议局 他是作为将来地方自治的 所谓地方议会的一个雏形了 这也是进行民主选举的实验 当时这个清政府也要求这个巡抚啊 等等地方官员 你们在搞一些行政决策的时候 必须要征求这个地方资议局的意见 在1908年 就中国要实施的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 也就是地方资议局的议员选举 这是一场真正的选举 这里的照片啊就显示了当时这个天津资议局和广东资议局的旧址 从这个建筑的规模也可以看到 当时清政府对这个地方资议局啊还是很重视的 1908年呢 清政府又颁布了叫做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叫做清定宪法大纲 当时候就规定九年以后开始实施真正的宪法 他也就是说在九年之后啊 现在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中央资政院就要解散 成立真正的独立于政府的国会 而且在九年之后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这个地方资议局啊也要解散 成立真正的独立于政府的地方议会 这时候啊独立于政府的议会和地方议会啊 他成立起来之后呢也就是可以真正的这个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 当时清末的这个新政啊他并不局限于政治体制改革 他在这个经济文化法律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就是广广泛程度非常深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呢清政府就实施了税制改革货币改革等重大经济改革 他还推行修铁路办公业等等鼓励这个发展经济的政策 在文化领域呢他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这就是在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实施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 采用了西方式的三级学校教育制度就是小学堂五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五年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西方式的教育制度了 在法律领域呢当时清政府也废除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联作法 推行西方的叫做法律个人责任制 所谓联作法就是一个人犯罪全家受罚 可是西方的这个法律个人责任制呢他就是犯罪人呢 就是自己一个人负责任不涉及到犯罪人的家庭 废除这个联作法是废除中国旧法律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啊孙中山等革命党他在海外搞革命活动 可是他们在国内的亲属啊 并没有因此而被捕入狱 这个呢就是因为清政府他取消了联作法 所以他们就没有对国民党 没有对革命党在国内的这些亲属啊 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如果是按照中国过去的联作法 那么孙中山他们这些革命党人在国内的家属都要被关到监狱里去的 从这一点看我们也看出清政府在这个新政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啊 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政治上的进步 在西太后啊在慈禧太后他推行这个新政改革之后啊 这个奄奄一息的清皇朝居然奇迹一般的起死回生起来 国家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进步 大有追赶先进国家的一个样子出来了 可是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主导新政的慈禧太后啊在1908年他突然去世了 而且光细皇帝也在前一天去世了 慈禧太后死后啊年仅三岁的 溥仪啊他就登基成为宣统皇帝 其实呢他那三岁当然是没有发自掌权了 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政权是由他父亲摄政王崽峰来掌握 可是这个崽峰啊他就没有理解 慈禧太后挽救大清国的这个真正的意思 他看到这个时候国家的形势已经好转了 他就想反悔了就不想搞这个军属立宪制了 因为他搞一个三权分立的军属立宪制 皇帝的权力就大大缩小了 所以这个时候崽峰他就想保住这个皇帝的大权 他不肯放权就不肯搞军属立宪制了 在1911年5月的时候 摄政王崽峰啊就搞出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属立宪制的内阁 叫做庆亲王内阁 这个内阁啊一共有13个人 庆亲王一匡呢他是总理大臣 在这个13个人里头啊 皇族啊有占了7个人 就是皇帝他们家的人占了7个人 另外还有就是就是满满族和蒙古族的贵族也有两个人 汉族大臣呢只有4个人 其实这个所谓的内阁啊 其实就是由皇帝一家的皇族来包办了 全部是赵家人 那这样一来呢就是造成了全国哗然呢 摄政王崽峰搞了这个皇族内阁啊 其实是一个小花招了 他是想皇他是想保住这个皇帝的大权 他不想不想放权 就是来搞他搞一个这么假的一个君主立宪制 搞一个叫做皇族的内阁来骗骗大家 可是崽峰搞的这个小花招啊就断送了大清国 本来啊人们还相信啊这个清政府搞君主立宪这是真的 可是现在他搞搞出一个骗人的皇族内阁来 这不完全是在欺骗我们吗 所以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相信清政府会搞什么君主立宪了 就在崽峰搞出这个皇族内阁五个月之后 武昌就爆发了新军起义 本来呢这个骑义军的力量他并不是太强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清政府派出来的政府军啊 他不肯替清政府卖命了 清政府派出来的这个政府军不打他不打骑义军 反而反过来向清政府发出要求要求清皇帝下台 这样一来大清国当然也就轰然倒台了 慈禧太后他的本意啊是真的要搞君主立宪制的 因为慈禧太后他已经看清楚了不搞君主立宪制或者搞假的君主立宪制 大清国必然是要亡国的 因为搞君主立宪制他是顺应民意 你不搞就是违背民意的 大清国现在本来已经属于叫做苟烟残喘了 如果你再干违背民意的事情那只能是早死了 所以说慈禧太后的本意啊他是要搞一个真的这个君主立宪制的 可惜的是摄政王宰封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以为搞一个假的君主立宪制就可以欺骗老百姓 结果呢他搞的这个假的君主立宪制出龙才半年 大清国就亡国了 如果历史是可以假设的话 如果我们假设慈禧太后再晚死五到十年 那么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民主宪制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实现了 大清国搞的那个君主立宪呢 他是一个自上而下来搞的 他有国家权力来帮助 所以是比较容易搞的 在大清国灭亡之后啊 革命党他也搞 他也就试图来搞一个自下而上 我们来搞一个就是这个民主宪制的这个体制 就是搞中华民国 可是这种搞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民主化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最后呢这个民主化不但没有搞成 反而搞了一个军阀混战出来 因此这个清末的这个政治凯就是清末慈禧太后 是主导的这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啊 他是随着慈禧太后的死去而死去了 这就是中国错过了一次最好的民主宪制的机会 可以说是令人惋惜啊 大清国亡国这件事情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挽救一个政权 挽救一个政党的唯一出路 其实也就是上面说的的八个字 顺应时代顺应民意 我们再回到前面说的习近平的天问 共产党我用什么来挽救你 那么除了顺应时代顺应民意这八个字之外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好的答案吗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